警方现场拉起封锁线 台中南屯这一栋铁皮屋 发生了酒后护砍的案件 警方调查当时现场 其实是有四个人 本来都是在屋内喝酒 但途中有两人出门抽烟 就听到了争吵声 进到屋内就看见 另外两人拿到护砍 马上报警 救护破报到场 赶紧将屋内的伤者 抬上担架送离治疗 有一人是脚步受伤 另一人则是头部脸部都是刀伤 有生命危险急救中 事发后现场留下打斗的痕迹 塑胶液被砸碎 地上还有散落的零钱 当时目击者似乎害怕被发现什么 所以不断阻挡拍摄 另外砍人的刀具也不见了 警方派出警力地毯室搜索 成竹的铁皮屋 应该是一个休息的招待空间 那我们到达现场 现场有四人 其中两人受伤 先立即将他们送往医院 那现场在场 另外两人都说 没有在现场募集 在后面休息 所以没有募集到案发状况 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 根据了解 这栋铁皮屋疑似是私人招待所 不过由于伤者还在治疗中 警方表示所有案情 需要进一步调查才能够厘清